这就贵了 有外面酥酥脆脆的 里面就嫩 100分的脆度 要是满足才13块钱 大家好我是阿清 今天来到冰城花林这边 吃鱼头粉 这家鱼头粉 都是用真材食料来熬制的 汤鲜味美 鱼肉新鲜 很受当地人的喜欢 因为老板都是用 3公斤以上的鱼肉来做汤粉 一看鱼标 就可以看出鱼真的是挺大的 每天卖2-300碗 要用30公斤的新鲜鱼肉才够买 花林这边是很多小吃 也很多单口的 你看 这一整排就有三大间的小贩中心 背后也是很多小贩中心 还有新鲜鱼粉 茶茶寺里面有一袋 鱼头粉 走现在就跟阿清来看一看 开始熬鱼头粉的汤 放铜骨 滑豆 换沙子 换鸡脚 除了放这些 还有放鱼骨头 鸡架子这些 先把鱼骨来炸一下 一般是用什么鱼啊 就是我们这边叫 鱼鱼 应该是叫做金木鱼 这个是何鱼是吧 算是海鱼 海鱼啦 金木鱼啦 对 它 咸水淡水都会有 把骨头炸到够酥脆 等一下熬汤的 现在喝下去熬汤 这一骨汤就是这么多料喔 还有东西没有放 拿来干嘛呢 煮汤 哦 这鸡骨头拿来煮汤的 嗯 对 哦每天来的鸡骨头新鲜的啦 对 先 烫一下 去除那个血水 还有 按烫的东西 再放去汤里面 要放在那个汤啊 对 先烫一下 现在烫一下拿起来 这个汤 它要熬多久呢 嗯 通常我都会熬两个小时以上 然后就 一直做着生意熬下去 熬到晚上啊 嗯 熬到收汤 现在磨到 开始切鱼咯 这是洗好的鱼 这是什么鱼啊 这么大只 就刚才我说那个金木鱼 金木鱼 我们本地会叫它 它是鱼 哦 所以这个是海的 不是养的啦 它是养殖在海 养在海 养在海的 大只的就贵 大只就贵 嗯 嗯 这个 一整片 都是不要的 这个部分就很 嗯 有一种鱼腥味很重 我们就不要了 咳咳咳 就把它丢掉 然后鱼骨头 我们都会把它去掉 有些要拉掉 好 剩下来都是纯肉了 那个米粉一天可以买多少碗啊 有时候多 有时候大概有两碗 要变内啊 哦 然后鱼肉 溜干什么 début 看什么 看病 我可能是運来的 因为我们只要不要 每天都吃一个新鲜的鱼 就對了啦 一天要多少kilo啊 二十多三十kilo 金木爐的魚啦 這個是要等一下再炸嗎 這個會分成一個炸的部分 還有不炸的部分 有些人他不吃炸的 他就吃這種新鮮魚 新鮮魚肉 漂亮 這個是魚生 這個是魚腩 魚腩呢就 很軟 然後他有油脂的香味 魚腩也是已經 我已經把那個骨頭全部去掉了 沒有骨頭了 價錢一碗是多少呢 如果是 這種鮮魚肉的話 才九塊錢 炸魚肉的話 就八塊錢 一般上是比較多人吃炸魚還是 都有 最多人吃的是炸魚 但是其實我覺得最好吃應該是 都要 炸魚 還有煮的魚 還有肉碎 炸炸 炸在一起 它是最好吃的 那樣子的話 一份多少錢 三樣東西 炸在一起的話 是十三塊 嗯 他雖然說是養殖 不過他的 養殖場地 不一樣會導致 他的魚肉質不一樣 喔 價格也不一樣 如果養殖在 比如說 泥地里那个鱼的肉质会差一点 会有泥味 如果养殖在海里的话 饼子就会好一点 放在里面保鲜 一般顾客群是哪的 我这里的顾客群 都是这边的住户 附近的居民 上班族 然后还有一些是 在别的地方的他们好像就是 特地来找我的也有 这个上午来一趟的鱼肉 做了起来 然后中午还来一趟 这样收起来 对 这鱼要先腌制好了 腌制对放一些味道 至少它吃下去会有香味 有咸味 然后就放一点粉 然后炸起来 它会薄薄的薄薄的裹一层姜 姜粉在外面 就外面酥酥脆脆的 里面就嫩嫩的 现在开始炸鱼 全部炸到熟的位置了 我会做两种做法 第一个是炸到全熟 就可以上桌 另外一个就炸一个半熟 然后备用 然后顾客点餐的时候 我再炸一下子它就刚好全熟又不会太干 而且可以热腾腾脆脆的给顾客吃 如果是半熟的话就这个程度就好了 就等于为它为这个鱼肉穿上一层衣服就好了 然后顾客点餐的时候 再给它炸一遍 再给它炸一遍 我可以热腾身 嗯 黄化鸡丝 scene 这个就炸给它熟是吧 炸给它熟 这样子就够咸了 这样子就 一百分的脆肚 干的是放这里 小肉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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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的猪油炸放在这里备用 等一下要用的 还有这个是蒜米啊 对 炸蒜米 预备的肉碎 肉碎有些顾客他不要吃鱼 他要吃肉 然后或者是鱼也吃肉也吃 我用的这个是中国进口羊橙米粉 这里本地产的这个我们叫粗米粉 没有了 嗯 要再炸 对啊 一箱子包来咯 这里都很流行自己带打包的 对对对对 但是我看打包的多啊 打包都有等下午饭时间的话 糖食就多 哦 好像炸鱼里要受欢迎啊 炸鱼会更受欢迎 这个就五片 这个就五片 这是单样就五片 好 放一点菜 放一点风菜 青菜 哈喽 哦哦哦哦 我需要 啊 可以换床吗 有些熟客 他知道我十一点开 他就十一点才来 这是肉碎 通常通常的话三块钱我会放 两块钱我会放三片 鲜鱼肉放 鲜鱼肉放 几片鱼肉放几片鱼腩 哦哦 这样子的啊 对 然后等下配上炸鱼肉就一碗 还十三块 好的 好 先把材料煮得差不多 米粉放上去 好 放点酱油提鲜 啊 放一点酱油提鲜 好了 OK 放点葱 还有这是蒜头炸蒜头 猪油炸 一点点胡椒粉 OK 来你的米粉 谢谢 谢谢 料是满足哦 才是三块钱哦 有 瘦肉 还有鱼肉 还有炸鱼肉 这个鱼呢 会很嫩的 搅一下 还有猪油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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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米粉呢 还是我们中国的 哈哈哈哈 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米粉吃起来呢 挺堪牙的 它呢是清淡 但是呢 给你吃起来很清爽 这个鱼呢 属于鱼男的那一块肉 但是呢 很嫩哦 哈哈哈哈 露制是很鲜嫩的 哇 哇 很新鲜的海里面养的鱼呢 所以不会有那种土腥味 喝一口汤 有放一点点冬菜 还有放一点点酱油 这肉一块一块的都蛮大块 里面有三大块哦 肉呢腌制的很多味 还可以吃到肉的甜味 赞 现在我们来掰开看一下 特别新鲜呢 这炸鱼真的像老板所说的一样 外酥里面很嫩 吃起来呢是原汁原味 它有腌制 但是呢 不会说 咸的很咸的 它会吃到那个 鱼的甜子的 很不错 这鱼头粉 汤鲜味美 鱼肉清甜柔嫩 丝毫不带苦味 这样子的份量是蛮大的 才13块钱哦 吃起来呢 又清爽 说到吃肉呢 也给你吃豆腐 好了 今天阿晴就介绍到这儿了 下期再见